博佑基金会几何第二章三角形 2.5节三角形的边角关系 例题2.5G13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这里的是这一题的图形 然后题目说三角形ABC中 在这个三角形ABC当中 1在AB上 1点呢在AB这个边上面 然后三角形AED 全等三角形ACD 这个三角形AED 跟这个三角形ACD 两个三角形全等 那今天要问的是 脚1脚2脚3它的大小关系 我要比较这三个脚 脚1脚2脚3它的大小关系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题目说的三角形AED 跟三角形ACD全等 题目说蓝色的这个三角形 AED跟红色的这个造型ACD 题目说这两个造型全等 那根据我们对于两个三角形全等的认识 全等之后呢 是不是有两种 第一种结果叫对应边相等 第二种结果呢 叫做对应角相等 那我们这里题目要比较的是角度的大小 所以我们看看对应角相等 脚2呢 就是这个脚AD1 那AD1这个脚 对应过来是ADC 对不对 那脚ADC 是不是就是脚3 所以脚2的对应角就是脚3 那因为两个三角形全等 所以对应角就相等 所以我现在知道脚2等于脚3 对不对 好 那再来是不是就看脚1 跟这两个脚的关系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脚1似乎跟脚2 脚2比较有关系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蓝色这个三角形 看蓝色这个三角形 AED 脚1呢 是不是脚AED的外脚 对不对 那脚2呢 是不是脚AED的内对角 那我们知道 外脚跟内对角的关系 是不是 外脚大于内对角 所以脚1是不是就大于脚2 那脚2又等于脚3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知道脚1 脚2跟脚3的大脚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 把我们刚刚的想法 用文字 把解题的过程 步骤写下来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 蓝色的三角形 跟红色的三角形 蓝色的三角形 AED 跟红色的三角形 ACD 两个三角形全等 这个为什么呢 是题目 说的哦 这个是已知的条件 好 那两个三角形全等之后 怎么样 是不是 脚2 它的对应角 是脚3 所以脚2呢 是不是就 等于脚3 对不对 哦 因为这个是 对应脚相等的缘故 对应 脚 相等 好 那现在知道脚2跟脚3的关系了 接下来看看脚1跟脚2的关系 这时候我们就看蓝色的三角形 在蓝色的三角形 AED当中 脚1呢 它是脚 AED的外脚1的外脚 好 那这个时候 我的外脚 脚1 跟我那对脚 脚2 的关系 大脚关系是什么呢 是不是外脚大于我的内对脚 好 所以脚1就大于脚2 好 这是因为 外脚 大于我的 内对脚 内对脚 所以 根据了 两个少女拳的 脚2等于脚3 然后呢 外脚大于内对脚 脚1大于脚2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什么 脚1 就大于 脚2 脚2 然后又等于 脚3 好 根据我的 第移率 好 我就可以得到 脚1 脚2 脚3的关系 就是脚1大于脚2 等于脚3 脚1大于脚2